嗨,大家好,我是威士李 这边我要介绍跟记录在台湾的国民饮料 那这边介绍的是统一农运系列的乌龙茶 好,那所以这个茶呢 印象中大概在有2009年左右 就可以在一般的商店 超商啊,大卖场面 可以看到它的中积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农运乌龙茶 它的味道尝起来 比一般其他的包装茶里面 我觉得味道更加的浓厚 比较像是我们在喝一般的 以前这种冲泡的这种厚茶的这种感觉 所以味道尝起来我觉得是有点苦苦的 OK,那所以说 当你哪一天精神不济或想睡觉的时候呢 有时候你喝一下这个农运乌龙茶 你会觉得瞬间有被这种 唤醒的感觉 好,那在桌面上面呢 就是我们把目前市面上 常见的宝贝瓶包装 把它带回来 那左边这个的话是650ml 比较大瓶 那右边的话呢是600ml OK,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包装瓶上面的话呢 上面这边有两个小绿人标章的标志 那上面 这边的话呢 它有说明 它的功效就是 一个是不易形成体脂肪的功能 一个就是调节血脂功能 OK,所以它有拿到这两个小绿人标章 OK,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瓶身整个是 采用红色这样一个色系 所以我觉得识别度其实还蛮高的 OK,那这个农运乌龙茶呢 这个标题我印象中 这是已经算是第二次改版后的标题 第一次改版我印象中好像 它上面是写阿里山乌龙茶 那那个瓶身呢好像是在它的 这个两三年前吧 OK,那现在的话已经全面改成农运 就是只有甲乌龙茶而已 并没有把阿里山的这个字把它放上去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侧边 OK,这侧边的部分 它的一个后面 那后面这边的话呢 它有 说明它的一些相关的品名啊 还有它的一个成分的部分 还有一些相关的介绍文字 OK,那应该这文字基本上是还蛮小的啦 所以我们在这边 就让大家看一下 好,那本身来讲它就是 这个原料就是水啊 乌龙茶 那它有分清香乌龙茶跟阿里山乌龙茶 所以它是这两个茶叶去混合的 然后冷萃乌龙茶的萃取液 OK,用这个技术来去把它萃取出来的 OK,那里面有香料 OK,所以这个是有香料的茶的 然后 还有维生素C 小苏打粉跟 茶的萃取物 OK OK 那所以这边的话呢 让大家看一下 上面的一些相关的介绍资料 好,那这个是它的营养标示的部分 OK,也让大家看一下 这是无糖的啦 所以它上面是没有任何糖的 好,那这边有它的一个相关的这个小知识的部分 好,这是它的一个阿里山乌龙茶的简介 给大家看一下 好,这是它的另外一个侧边 侧边的这个介绍 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底部 好,这是它的上方 好,那 另外这边还有另外一罐 这是 600ml的 刚才那是650ml的 那我们看它600ml 它的一个介绍的部分 OK,那这个的话呢 也是它相关的一些 品名跟成分的一些介绍 还有它的一些说明 OK,这边 它有说 这个应该它是混合两种茶叶嘛 一个是清香乌龙跟一个阿里山乌龙茶 好,那这是它的一个好茶的小尝试 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它的一个相关的介绍 那它的一个营养标示的部分 好,它一个buckle条码 OK,然后它这个的话呢 转过来 是这样子 好,那这是600ml的部分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瓶底 OK,这个是 农韵的乌龙茶 好,那市面上目前看到的是这两款 那当然 农韵系列它还有一个是绿茶 带大家看一下这两种不同口味 摆在一起的样子 在统一所推出来的农韵系列茶品里面 它也共有乌龙茶跟日式绿茶 可以让大家选择 那在画面上面呢 我们在这边就是把这两种茶类 都把它列举出来 让大家参考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杯子 我们把这个农韵乌龙茶把它倒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有一个茶汤的颜色 好,那我们选择是这个650ml 这一瓶 然后我们把它打开来 好,打开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茶倒出来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茶呢 颜色看起来基本上是比较浓厚一点的 那闻起来的茶香 其实非常的明显 OK 那喝起来的口感呢 就是很厚实 这我们刚才有说明 所以说这个茶我个人觉得其实是还蛮好喝的 OK,那对于 比较重口味的人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还蛮适合喝这个农韵的乌龙茶 那有时候我在 吃一些比较油腻的东西 像咸酥鸡啊 或者是 炸鸡排啊 鸡块等等 我也会习惯喝这个农韵乌龙茶 来去做解腻的 这样一个动作 OK,那我觉得他这个茶 其实 喝起来其实还不错 你可以看到他的茶汤呢 看起来是很漂亮的 OK,所以说 对于喜欢喝茶的朋友呢 也可以推荐给大家 来 喝一下这个农韵乌龙茶 来去有解腻一下 好,那这边我们就为大家介绍 这个统一的 农韵乌龙茶 到这边 我是威斯蒂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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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